一经济独立法 经济独立功法非常简单 主要的作用就是引穴下行 引气穴下到足底 足底有六条经脉 对人身体来讲非常重要 把气穴引到足底 就等于自动调节了这六条经脉的功效 就可以防治老年的高血压 可以防治小脑萎缩 还可以防治老年痴呆 有些人精神老不集中 无法集中心智 这样的话 把眼睛一闭 所有的精力就会集中到脚上去 他的心力也就会集中到脚上去 也可以起到静心的作用 现在咱们就开始做经济独立 只要抬起一只脚 轻轻抬起来 不要抬得很高 然后我们的手可以自由地放在裤脚两旁 也可以这样交叉于胸前 可以这样下沉于胯部 可以这样手指交叉放于腹下很随意 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 然后关键不在于脚起来 关键是在于两眼要闭上 把眼睛闭上 微微闭上就可以 这样 这样都可以 如果有的朋友说 经济独立 我已经能占五分钟 有的甚至时间更长 没什么意思了 可以增加一下经济独立的难度 怎么增加它的难度呢 咱们可以想象 现在你就变成一个冲浪运动员了 然后拽着一根冲浪的绳子 你就可以随着冲浪的感觉动一动 这样就可以增加它的难度 这样的时候也一定要闭上眼睛 想象前后左右在浪尖峰顶上 就可以增加它的情趣和难度 大家做经济独立的时候 每天不要少于一分钟 如果要少于一分钟 那效果很不明显了 咱们多了可以 做十分钟 二十分钟都可以 但是不要少于一分钟 小节 经济独立法作用 隐穴下行 有自动调节足底六条筋脉的功效 二推腹法 下面说一下推腹法 推腹法更为简单 推腹就是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推肚子 因为人体的十二条经络 都通行与我们的腹部 有的经络虽然没有标明 经络上的穴位 但是所有的经络 是通过腹部的 或者是联络到腹部的 所以通过推腹 就可以调节人体的十二条经络 都能够得到锻炼 推腹的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用十个手指肚 轻轻往下推 你说轻轻往下推 我肚子肉比较厚 那就稍微十点劲推它 推的时候不要憋气 要非常自然放松 随意呼吸 有慢性肠胃病的这些患者 咱们可以用鱼剂来推 鱼剂比较轻柔一点 还可以用整个掌心来推 这么抚摸 对于小孩来讲 抚摸的方法就可以了 还可以用掌根 你说我推的力量不足 还可以用掌根来推 推的时候 一定要从心窝开始 摸这个心窝 这块儿机制最多 通常有的人开始推的时候 这儿有个硬结 慢慢推 会推出来一个水囊来 水都在心下边 然后 打几个格以后 这个水声就成了一片了 水一般开始的时候 都容易结在心窝下 要推这块儿把它推开 推的时候 正面推完以后 我们要把肝胆精 顺着也推一下 就是有两肋 往中间来推 也可以用拳头来推 指尖来推 这都是很随意的 我们在早上起床之前 还有在晚上临睡觉的时候 推效果是最好的 平常我们做着的时候 愿意推也可以推 每天推付 最好要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但是对于很多慢性病 都有一种很好的辅助疗效 小结 推付法作用 调节人体的12条经络 可治疗各种慢性病 三同头撞树法 有些人整天总是微米不振 觉得没精神 大白天也需要躺那儿睡睡觉 起来以后还是没精打采 这需要调动你的阳气 人体有很多储备的能量 没有调动出来 如果不调动它 就像一根潮湿的木头一样 你无法给它点燃 其实来讲 我们完全可以把人体储备的 这些东西点燃起来 人体的能量还是很大的 怎么激发人体的这种阳气 有的人身体虚寒 胃寒怕冷 我们怎么激发人体的阳气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同头撞树法 我们可以假设 我们的面前有一棵大树 我们要用头去撞这棵树 不是真让你去撞一棵实实在在的树 你要把你的头 想像是一个圆的大铁球一样 很结实 然后现在已经成为同头了 现在可以撞树了 怎么撞树呢 我们可以旁边放点有节奏的音乐 也可以闭上眼睛心理默想 我们开始撞树了 是这样子 向两边撞 撞的时候真要用力来撞 先向左边撞 有的人开始使不上镜 撞的时候脚也要用力 腰也要用力 但是用头来引它 但是脚一定要用力 如果光甩头而脚不用力 你撞几下就会头有点晕了 很不舒服了 所以这个力量是从脚跟而发的 往这边右边再撞 然后往前撞也是 往前撞可以两个脚前后交叉着站立 这么撞 往后撞其实也是一种防身术 有些女士想学一个防身术怎么办 从后面有歹徒抱住你了 一撞就把她脸撞花了 往两侧撞 撞的时候有两种撞法 在开始的时候要闭上眼睛 想象你的脑袋是一个童头 撞了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脑袋已经成为一个童头了 就可以睁着眼睛撞 然后把眉毛竖起来 把眼睛瞪大 就要把气血灌住到两个眼睛上 这样撞完以后 你的眼睛就会更加明亮 连视力也就保养了 像这样去撞 就把气调动到眼睛上来 把眉毛要立起来 把气血冲到上面来 练完这个以后 如果觉得稍微有些头胀 再练练推付 经济独立 还有我下面说的跪着走 把气血还可以降下去 但是晚上临睡觉的时候 不要练这个功法 还有的人脾气很暴躁 这样的人也不要练这个功法 它会增加人体的力气 就使人更加暴躁 高血压的人也不建议练这个方法 这个同头撞树呢 因为这个比较费体力 只需要撞一至三分钟就可以了 小结 同头撞树法作用 调动及激发人体的阳气 四敲带脉法 下面讲敲带脉 敲带脉的主要功效就是减肥 尤其是减肚子两旁的坠肉 所以咱们敲 也是敲肚子两旁的坠肉部分 带脉是一个范围 并不是穴位上只带脉这个点 而是整个一个范围 就是腰的两侧 通常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如果是胖人的话 可以在这块路出一个游泳圈来 就是坠肉太多了 我们就要敲这个游泳圈 但是平常我们坐着的时候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敲 有时间没事敲敲它 有意无损 敲带脉有什么功效呢 它可以疏肝力胆 同时它可以通便 对于有些人就是老饿 吃的太多 这样的人 他还可以减低一些食欲 所以敲带脉的好处 还是很多的 敲带脉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手握空拳 这么敲打就可以了 轻轻敲就可以了 平躺的时候敲 可能感觉效果更好 更舒服 敲带脉同时 我们要把肋骨边缘的 张门驴敲一敲 把后面的肋骨两侧的 金门驴敲一敲 张门驴疏干健脾 金门驴力胆补肾 都是非常好的 同时敲带脉的过程中 就把它们都敲了 带脉是循着胆经而上的 还可以预防女士的乳腺炎 乳腺增生 还有妇科一些急患 所以敲带脉同时 还可以调理妇科方面的疾病 敲带脉敲多大量呢 每天要敲300至500次 这样算一次 两次 敲300至500次小节 敲带脉法作用 减肥 疏干健胆 治疗妇女乳腺增生 五坠足法 现在讲这个坠足法 电影《红颜》里边 有一个疯子叫华子梁 咱们的坠足法 就是要模仿华子梁的动作 对于妇女来讲 就是要把头发散乱 男子来讲 就感觉是很维靡不振 然后也没有吃饭 浑身无精打采 全身肌肉放松 手变成肌无力的状态 怎么做 现在这样 浑身肌肉都在颤抖 你不用去管它 脚上好像穿着一个 非常沉重的大铁鞋 坠足法的功效 就是把气血 很快地引到脚底 可以使足寒症 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 然后可以使人体 全身毛孔放松 毛孔张开 微微出汗 肌肉放松 使整个人体的心神 都会得到一种放松的调节 所以对于劳累了一天 用脑过度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身心调治的方法 每天要做三到五分钟 这样才能达到身体 微微出汗 这么一个基本的运动量 小节 坠足法作用 将气血很快地引入脚底 有补肾驱寒之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